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就來進入今天第一個主題 這是上禮拜本來要介紹的主題 這個是有一點點比較進入到宗教的教義的內容去了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必須要做介紹 讓大家對基督教內在的一個多元的觀點 或是張力能夠有一些了解 我會借用一些例子 特別是比較核心的一些觀念 為什麼在基督教這個宗教團體當中 他自己會發展出非常不一樣的多元的看法 我一開始有提到兩位學者 這個Andrew Walls 還有一位Cameron 他們其實都很早就提到 基督教的多元性這個概念 那特別是這位是Andrew Walls 那這位是Cameron 他是英國Burman大學的教授 那他們兩位都提到 其實基督教從一開始 不是後來才發展出來 一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展現出一種多元性的特質 那這種多元性的特質表現在許多地方 包括他們的宗教儀式 他們對經典的看法 他們的倫理觀念 那這個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應該是什麼樣才是好的 是境遇比較好 還是不要被身體這樣的觀念綁住 那或者是進入到神學的討論 都有這種多元性 那對這個Cameron來講 他認為會有多元性 其實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一個原因是當基督教傳播到 不同的文化地理處境的時候 在那個在地的文化重新詮釋之後 他自然會產生一種在地的觀念 那種他越傳播的文化跟區域越廣 他的多元性就越豐富 這是一個原因 那隨著基督教的歷史越長 你就發現那個累積的那種觀點跟多元性 就更豐富這樣子 那我們光在初代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非常多 非常有趣的觀點 那另外一個原因 他提到的則是內在的張力 同樣在一個宗教團體裡面 他內在的成員會有不同的張力存在 那特別在我們之前提到制度化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發現有不同的張力會出現 那最早的基督教我們看到 他很快的 這張地圖給我們看到那個顏色的深淺 從比較深的一些 一些比較密集的地區 後來慢慢擴展到 到整個地中海世界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淺藍色的 整個地中海世界 南邊到北非 西邊一直到英倫山島 東邊幾乎已經要到兩河流域 那這樣的一個區域裡面 那北邊當然 以跟那個野蠻人蠻族交界的地方為界 就是多瑙河 萊茵河為界 這樣的一個基督教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處境 那慢慢慢慢的 慢慢慢慢的 他就發展出不同的重要的基地 我們有時候把它叫做 用主教的概念 叫做主教區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一開始 他本來可能只是在大都市發展 到後來就有點像 羅馬行政體系裡面的行省 某一個行省會有一個特別的中心這樣子 那我們很快的發現 在初代的時候 就發展出了五個主要的主教區 那在埃及有亞歷山大 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北邊的安提亞 那在北邊那個君士坦丁堡 還有羅馬這兩個政治 政治重要的這個首都 那這些主教區 我們一看 用這五個做例子就知道 若不是政治的重要性 就是在他長久以來 那個神學觀點的獨特性 所以接下來 在我的講義的第三點 我就借了兩個學派 跟大家做簡單的介紹 那剛好我們上禮拜 大家看的那部影片 這個《風暴佳人》 是一部相當有趣的影片 那個影片就是以亞歷山大作為基地 那在我講義的這個第三點 三點A提到這個亞歷山大這個學派 剛好就是在那個上禮拜 那個影片的場景裡面發生的 那個可以說是地中海世界 最具有學術這種多元性跟豐富性的一個地方 它擁有一個號稱在這個西元前 公元前是最大的圖書館 那上禮拜的影片當然裡面有兩個 有趣的地方我順便跟大家再回顧一下 那影片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 歷史學者有爭議點的 兩個議題在那裡面跑出來 一個就是那個圖書館 後來圖書館在影片裡面呈現 圖書館是被好像基督徒的那種 比較有點像報名去把它整個毀壞 那現在大部分的歷史學家認為 其實當基督教去到亞歷山大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圖書館之前就已經荒廢了 就是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的是一個非常壯觀的圖書館 他們中間經歷過好幾次的衝突變遷 其實它已經是一個小規模的圖書館 但是基督徒在那個時候 如果有對這些異教的文物 有做出一些這種破壞的行動 我想這個是應該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有時候宗教跟文化會有衝突 但是這個影片在這個部分 似乎給了比較強烈的印象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電影裡面的這個主角 這位女主角Hypersia Hypersia她是一個真實人物 那到底她是怎麼死的 是不是真的被迫害而死的 這個歷史學家對這個事情也有不同的爭議點 那個說法有不同 但是回到我們的主題就是 那個影片裡面看到的那個場景 雖然很多好像是用虛擬的方式重建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當時候 那個學派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下面就很快來介紹一下 亞歷山大這個學派 那為什麼叫做主教區 通常跟我們之前介紹的那個聖徒傳統也有一點關係 就是因為某一個聖徒的傳統 或者是某一個那個地區特有的聖徒的故事 就會塑造一個主教座堂 那個主教座堂越來越興盛 越來越擁有那個權力以後 在他周圍的這些教會就會以他為中心 那這個在歐洲這種主教座堂 他們通常用這個位置這個字 Sit這個字 作為一個象徵 這是一個主教的座位 有這個座位的地方 就象徵了宗教權利在那個地方 那亞歷山大我們看這個土在尼羅河河口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豐饒的三角洲 那在這個亞歷山大的這個城市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宗教 還有學術傳統 共同在那邊聚集對話 那這當中在這邊我們簡單介紹 他有出了幾個大神學家 像其中一位在左邊這張圖在 好像在上課的 就是亞歷山大最有名的神學家 厄利根 那厄利根其實是在奧古斯丁 我們最後一個主題 介紹奧古斯丁之前 最重要的一位東方的神學家 那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 他自己也是一位聖徒 一生過著這種守徒生禁慾的生活 那亞歷山大學派 現在我們用很快的速度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他們最大的特色 就是受到埃及這個在地宗教文化的影響 我們知道埃及的宗教 原來埃及就是一個最古老的文明的宗教 那在這個埃及的宗教裡面 帶有非常強烈的神秘主義 一種要想要跳脫這個世界的那種 從物質跳脫追求心靈的 這樣的一種的宗教傳統 走的是神秘主義的傳統 那這樣的一種傳統 很早就已經影響了 在亞歷山大的猶太教的學者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一位斐羅 斐羅他就是一位受到這種埃及的 跟希臘的這種思想影響的一位學者 他在解釋經典的時候 會採用一種神秘主義的解經法 那這種方法叫做裕裕解經法 allegorical 裕裕這個翻譯 裕這個字我們知道 當然就是指居住的意思 我們說公裕 那裕裕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讀一個經典的文本的時候 不要停留在表面的字句 他後面還藏著意思 那個裕的意思說 在經文的後面 還有更深奧的或更神秘的意義在裡面 那這樣的解釋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譬如在當時候這個學派裡面 最常用的就是數目學 他們會對特別的數字 賦予它特殊的意義 然後試著要去從數字裡面去找出背後的意義 那當然這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跑出來了 原來的這個文本的作者 他可能完全沒有這樣的一種的目的或意義在那裡 但是後來的解釋者 卻賦予他新的意義 那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耶穌有一次跟學生在海邊 學生打魚 一直都打不到魚 耶穌就叫他們把網灑在另外一邊 那結果那一網灑下去拉起來 整個魚網都裝滿了魚幾乎都拉不起來 那後來拉起來以後他們就算算說 裡面有好像一百四十條這樣子 兩百四十幾條的魚 確確的數字是二四三還是一四三我忘了 但是這個數字就被亞歷山大學派的大作文章 他會從那個數字裡面去把它解碼 有點像解碼這樣 然後去找說這個魚網裡面的這些魚用這個數字一定有它的意義這樣 這就是很有意思亞歷山大這個學派他在北非發展出這種神秘主義 特別重視靈性的意義這樣的一種方法 那這個方法跟他們的人觀有關 因為他相信人有三種人 一種人是屬肉體的人 一種是屬道德性的人 最高的一種人就是神秘的 帶有神秘主義的 追求心靈的世界的這樣的人 那這三種人他其實是用一種類比的方法在講 這世界上就有這三類型的人 然後他們鼓勵人要追求做第三種人 不要被肉體身體所束縛 不要只有停留在道德倫理層面 更高的要追求一種神秘的經驗 宗教的經驗這樣子 那這樣的三重人觀 就是說人有三種形態 其實他就把它應用在解釋聖經上面 聖經的這個字面的意思 好像就是那個屬肉體的那個面向 字面的意義只是就是一種肉體的 那種感官的生活的層面 後面還有一層道德的意義 更後面更深還有一層是屬靈的意義 所以他們總是試著要在經文解釋上 要走這樣的一種神秘主義的做法 那這樣的做法我們看到應用到基督論 他們對耶穌基督的看法的時候 這個基督論裡面就特別強調 比較不喜歡過度去談耶穌的人性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談到這個基督論的 多元性的看法 那時候就會更清楚了 好 那這個學派裡面出了像這幾位大師 這位格力勉 那格力勉就是厄利根的老師 那他就是強調這個要守讀生禁欲 那最後一位大師就是厄利根 那厄利根確實是一位非常有學問 非常認真的學者 根據傳統的說法 他一生總共寫了六千件的作品 六千件的作品 那當然作品看你怎麼計算 他寫了一篇講道的文章 也算一個作品 小小的一個文稿 但他也有編那種非常大部頭的作品 也算一件這樣子 譬如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 叫做《六經合藝》 就是把六個不同的語言的經文 放在一起的一本研究聖經的工具書 所以這位學者非常重要 就是一般歷史家的評價就是說 等到厄利根要死的時候 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學者 已經認定基督教 不再是一個所謂的沒有知識的宗教了 過去羅馬人會這樣說 這基督教就是 都是騙一些那些比較沒有讀書的 中下階層的人 比較容易去接受基督教 但是在厄利根身上 他證明了基督教是有學術性的 而且可以用非常深厚的學術系統 來把基督教整個推展出來 那這樣的一種概念到後來奧古斯丁 等於是把他收尾集大成這樣子 我們很快的來 這是幾張厄利根的相片 他一生是相當多有趣的戲劇性 譬如說他自己對付自己的身體 他讀到聖經馬太福音提到說 有的人為了天國的緣故會致焉 他就這麼做了 18歲的時候致焉 當然聽說老的時候就後悔了 但是這個厄利根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有趣很戲劇性的人 他就是覺得做得到他就要去做這樣子 那我們上次介紹禁慾主義的時候 也提過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人的身體確實可以成為聖靈的電 他用這個概念在講 你要對付肉體是做得到的 所以右邊這張圖其實在描寫他 怎麼在教他的學生們要過一種禁慾的 對付身體的方法 另外一個學派我們介紹這兩大學派 主要是因為這兩大學派 剛好觀點是可以對比的 不一定是對立但是可以對比的 在北邊的安提亞這個地方 學術背景又不一樣 剛剛介紹亞歷山大學派 他的學術背景剛好是埃及傳統的文化跟宗教 在安提亞這個小亞西亞 跟巴勒斯坦邊界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他那邊有猶太人的拉比學校 在這個地區有非常出名的猶太人的拉比的學校 也有希臘人的修辭學的學校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這個地方發展出來的學術文化 重視的就是經文本身的研究 他們會先從經典的文本裡面的 這個關鍵字文法修辭語法 去研究一個經文的意義 而不會那麼直接說跳到後面 說經文後面還有一個隱藏的意義這樣子 那這個安提亞其實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地方 保羅當初他宣教都是用安提亞做基地 那安提亞也出了非常多東方神學家 譬如也有出了殉道者 伊格納爵 那今天安提亞還有一些基督教遺址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學派我們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簡單整理這個學派 他著重的就是經文的歷史意義 跟作者本來的意義是什麼 他們努力要去想保羅寫這封書信 那保羅的意義保羅的目的是什麼 而不是太快就跳到經文背後 有什麼神秘的特殊的意義這樣子 所以這一派其實比較像我們現代的 做文本經典研究的學者 主張一個經文 除非你從文本解讀不出意義 你可能再去尋找其他的面向 不然的話先從經文本身入手 這樣的方法論 所以他們對語意學很有興趣 就是發展出非常多這種 對這個文本的研究的方法 那這一派因為這樣子 跟亞歷山大學派的最大不同 我下面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基督論上面 他們看法跟亞歷山大學派不一樣 亞歷山大學派一直想要把 基督的神性高舉起來 那不要去談耶穌的人性 但安歷山大學派因為他們重視 聖經本身的敘述性 聖經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一直在談很多的故事 那四本福音書 那耶穌的故事那麼豐富 那耶穌這個人本身當然很重要 你怎麼可以把耶穌他的一生 他講過的話他做的事情 好像把他放在不重要的地方 而過度去強調耶穌的神性這樣子 所以這一派呢 就會把耶穌的神性跟人性 分得比較開一點 不會讓人性被神性所 好像吸收了這樣子 那這一派很有意思後來 就被稱為基督兩性說 就是他們主張基督神性跟人性 是分開的 那這一派呢我們可以看到 對現代人來講 現代的學者來講 確實跟他們比較有一種親近性 今天近代的學術界重視的是 對歷史的耶穌的研究 那這對歷史耶穌的研究 很明顯就可以看到跟安提哈學派是比較接近的 那另外一點也很重要就是 他們不走這種神秘主義的路線 所以他們的最明顯的表現 就是表現在他們強調 基督徒群體應該要有一種道德實踐 你要在這個現在的生活 here and now 你在此時此地的世界裡面 你就要去把福音的精神活出來 不是追求那種神秘經驗 而是追求在世界生活裡面的一種實踐的經驗 所以這一派的學者也很有意思 他們都會重視倫理的教導 講道的時候會重視對這個信徒有一種影響 希望信徒在生活裡面能夠活出那種道德生活 這兩派你可以從這些地方就看出他們非常大的差別 那這邊有一些是安提哈學派的代表性的學者 他們沒有像亞歷山大學派出過像厄利根那麼大師級的 但他們有一個群體相當多的群體 那他們也出了幾個非常有名的講道家 那譬如有一位很會講道的叫做金口約翰 那他就是屬於安提哈學派的 那他的講道裡面有非常深刻的修辭學的一種的做法 譬如這位金口約翰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勸他的信徒要去照顧那些飢餓的人 那在他講道邊可以用15分鐘在那邊描述人飢餓的狀態是怎樣 描述人的飢餓是怎麼樣在受苦 他用一種修辭學方法 然後最後是要影響信徒被他感化 能夠去關注那些比他們更需要的人 這樣的一種非常很有意思的一種道德跟講道的傳統 我們看到在安提哈學派就出現了 那很有意思是我們上次提到東西方的互動關係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三角關係 剛剛介紹這兩大學派都在東方 基本上都是在東方 屬於我們今天說的東方教會的傳統 那安提哈比較偏向這種道德性 亞歷山大學派比較偏向神秘性 但這兩大派每次發生衝突 他們對很多教義看法有對立的時候 最後往往是靠羅馬出來做裁決 那羅馬的這個傳統沒有很多很深刻的神學 但羅馬的教會非常重視實務 行政系統做得非常的好 他們對這個教會的一種實際生活的運作做得比較好 那當東方教會發生神學爭論的時候 羅馬就會出來好像一種 好像那種裁決者的角色 無形中也提升了羅馬這個主教的地位 這跟後來的教宗制度發展也有關係 那兩邊東邊的這兩個神學教派 因為經常爭議爭議爭議 發生非常多的問題 後來他們也慢慢比較衰微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往下走 我講義的第一頁下面先跟大家介紹一個觀念 就是既然基督教的教義慢慢這麼多元發展 那很快很快的就有一些教會的領導者 開始提出這種觀念說 是不是應該教會應該有一些共同的標準的一些觀念 不能讓所有的人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建立他們的學說理論 所以艾仁紐這位早期的教父 他就提出一個正統的概念 正統的概念 他最早談的是準則 入爾 信仰是不是要有一個共同的準則 譬如他舉一個例子 他說東方的神學家跟西方神學家 如果要去介紹耶穌 要去跟人家介紹耶穌 結果講的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的一種多元會不會很麻煩 他說能不能尋找一個共同的準則 那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在講義的第一頁的最下面 提到說慢慢慢慢的 這個概念就發展出了正統跟異端 這樣的兩個概念出來 那正統的概念其實就是說 慢慢慢慢的由教會所建立的共識 經過一種的簡單的 一種比較有系統性的敘述方式 把它留下來就是正統 那異端 則是被稱為不接受這樣正統觀念的人 就稱為異端 那異端這個字我也有做了一點點的介紹 然後到在第二小點 這個字今天是比較不好的名字 異端這個字在現代人的思想裡面會覺得 這個字好像就是貶義別人或是定罪別人 那過去基督教有權力的時候 異端還會被懲罰 最嚴重中世紀的時候 以西班牙開始的異端裁判所 那從現代的人權觀念來講 是不太能夠被接受的 所以異端這個名詞 其實是要很小心去定義它 那我有提到 這個字一開始其實是一個很中性的意思 它其實只是選擇的意思 我參加了一個學派 我選擇了一個學派 那後來這個字慢慢就被賦予了偏差的意涵 你選但選錯了 你選你選了一個不對的 你這一派已經偏了 所以異端這個字是慢慢慢慢被發展出來的 有別於正統 那就是異端 那特土良 這位北非最早的一位神學家 他就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說異端最重要的可能不只是他的思想錯誤 可能他的態度也很重要 很多異端其實是什麼 是執迷不悟的 堅持己見的 那這個字跟heresy這個字今天翻成異端 也是滿有意思的可以去思考 其實我們如果研究歷史就知道 大部分這些所謂的異端 通常都是基督教會裡面最熱心的人 可能是教會領導者 非常熱心 也很認真在研究教義的人 但當他緊抓住一端 緊抓住某一邊 真理的一個多面性或是全面性 他只有抓住一邊 然後不願意去看到另外一邊 他如果執著在那裡 可能他所帶出來的概念就不完整 那也就是不完整就變成是有錯誤的 有偏差的 那所以特土良講的這段話是滿有意思的 他說其實異端如果願意跟人家對話 願意跟人家談 其實他就很容易可以回來跟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但因為他意志堅持 他不願意反思 拒絕在思考 然後堅持自己是對的 那常常會造成兩邊的對立 那還有一位學者Walter Bauer 那我也簡單把他的觀念寫在第四小點 他提出一個也很有趣的概念 他說正統跟異端是相對的概念 那還沒有正統以前 可不可以說人家是異端 當基督教某一個教義還沒有建立成為共識之前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好像大家都在做實驗性的一種研究 那那個時候所做出來的觀念 如果不夠正確不夠完整 你可以說他是異端嗎 那Walter Bauer的意思是不可以 我們通常要真的有一種正統之後 才可以去分別說不同於正統的是誰 是什麼樣的觀念這樣子 所以這些都讓我們對初代基督教發展 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來檢視 很多教義他是經過很長的時間 對話對話才發展出來的 那所以我做一個小結論在第五小點的地方 就是異端其實是在正統跟錯誤之間 異端通常不是錯誤 他是抓住一邊而已 我們等一下後面介紹譬如 基督教很重要的一個教義叫三一論 那三一論是一個很難解釋的一個教義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又是同一個上帝 那叫三一 但有些被判錯異端的呢 他緊抓住一這個概念 他說一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他就不太願意去談太多三 那這樣的這個人就被判異端了 但你說他堅持一是錯的嗎 一也是對的啊 一也是基督教教義裡面的一部分啊 只是這個一跟三要怎麼樣去對話跟整合 那他不願意去做這樣的一種更廣的對話 那很可能就停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這邊用這句話說異端是在正統跟錯誤之間 是一個過程 他往往沒有經過異端的對話 正統不會很清楚的跑出來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異端常常是最好的神學研究的一個過程 我想這一點讓我們可以從這些地方有一些了解 那下面呢我就開始舉例子介紹一些當初在第二到第四世紀當中 曾經被判作異端的一些傳統 那這些每一個派都滿有特別的地方 我們簡單的就介紹一下他們的特色就好 那第一個我選的這個是伊便尼派 那伊便尼派其實他只是二十幾個小派 二十幾個猶太背景的基督教派的一個而已 所以如果你看中間這本書 他就列了非常多的派 那伊便尼派其實只是其中一個而已 但是這一派可以做代表 因為他們也相信耶穌 也相信耶穌帶來宗教的價值跟概念 但伊便尼派的跟隨者因為是猶太背景的 他們不願意強調耶穌是神 不願意接受耶穌是神這樣的教義 那這樣的一個主張 後來他就被後來肯定耶穌有神性的正統教會 就判他是一端的 所以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說 到底耶穌是誰 那耶穌如果是神 他跟上帝的關係又是什麼 那這一派呢就引發了下一波的 那我先介紹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之前在介紹福音跟文化的那個主題 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混合主義的一個傳統 那這在出在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個傳統 就是諾斯底派 那諾斯底派把基督教思想跟希臘哲學做的結合 還引進一些波斯二元論的觀念 那基本上諾斯底派最大的問題是在他過度極端的二元論 強調肉體跟心靈是一個善一個惡的 物質是不好的 心靈才是好的 那這樣的一種觀點呢就影響了接受這一派的人的對聖經的詮釋 那我們舉簡單的例子就好 譬如我們如果往下看 我有介紹他們主要的理論 他們就提出一個叫做幻影說 幻影說在那個子彈點的最下面一點 那個Doketis 那這一派的說法就是如果身體是惡的 心靈才是好的 那耶穌如果是上帝派來世界的一個死者 那耶穌的身體就可能只是一個幻影而已 耶穌並沒有真的有身體 耶穌其實是一個完整的靈 他這樣才能夠代表上帝 那你看到耶穌好像有身體 這一派就主張說那是一種幻影而已 所以這一派你可以看到 他因為受到他的這種靈物二元論的影響 他就進一步用這樣的觀念去解釋 或者他們還提出另外一個概念 往上第二小點 他們認為 猶太人相信的那個舊約的上帝 因為他創造了世界 那這個世界既然是物質的 是惡的 那個創造這個物質世界的上帝 就不可能是至高的上帝 最多只能是一個次等的神 所以這一派也很有意思 他就開始把舊約跟新約做區別了 裡面有一位代表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再介紹 他說舊約所介紹的那個上帝 跟新約 耶穌在講的那個上帝 天上的父 是不同一個神 那要把這兩個分開來 那這一派就很快的不久 就被初代教會定為是異端 那他們這種混雜的宇宙論 我們可以在這裡用這種學者會畫出來的圖 來想像一下 那他們有一個階梯的概念 爬升的概念 所有的人都是從身體要爬向心靈 這個已經跟亞歷三大學派的某些想法有點像了 你要從屬肉體的人變成屬魂 屬道德的人 再往上變成屬靈的人 但他們基本上把它做一種二元區分這樣子 那因為靈跟物質世界是對立的 上帝今天要對人 活在這個物質世界的人 有所啟示 就必須要藉著中間很多的靈體 所以這個諾斯里拜爾 你可以看到他發展出這種 中間有很多靈體的這種媒介的概念 那這個一般學者就把它叫做流體說 流體說 上帝的靈流出來的一個一個的神靈 到最下面的時候最接近物質 就可以跟人接觸了這樣子 用這種概念好像要解決那個 心靈跟物質的區隔的概念 那這些我舉這個例子 只要讓大家了解說 這些人其實他們也很認真在研究宇宙論 要研究基督教的思想 但因為他借用了太多外來的 哲學體系的觀念 就扭曲了基督教傳統的看法 那這些諾斯里拜爾的作品 今天很多出土 所以很多人 越來越多人可以對他們的作品可以研究 基本上他們都強調這種 two ways of life 人生就是走散路或走惡路 走惡路就是走物質的路 走散路就是走心靈的路 那這一位就是我剛介紹的代表人物 馬吉安 他是諾斯里派裡面最有名的一位 他自己 我在下一頁有簡單介紹他的生平 在第三頁的地方 他本來是一個傳商 滿有錢的 後來捐了很多錢給教會還有土地 但他自己受諾斯底思想影響 所以他自己就編了第一本的聖經 新約的聖經 那這本聖經當然後來沒有被教會接受 那這本聖經裡面他就只有採納 四本福音書裡面只選了一本 完全沒有猶太的傳統在裡面的 他選了《路加福音》這本書放在裡面 他認為馬太馬可跟約翰 裡面都掺杂很多猶太思想 所以要把它拿掉 那除了《路加福音》以外 他相信出在最重要的一位 對外邦對希臘的思想 最了解的就是保羅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 只放了《路加福音》跟保羅的書信 他就編了這樣一本新的聖經 那這件事情就造成 初代教會非常大的一種的衝擊 到底基督教跟猶太教 真的是斷裂的關係 還是有連續的關係 耶穌在講的上帝 跟舊約在講的亞伯拉罕的上帝 是不是同一個上帝 那當然最後教會 採取的是一個約的概念 舊約跟新約是連貫的 這樣的概念 那馬吉安就被排除在 這個基督教的這個系統之外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從剛剛的 猶太人的伊遍尼的那一派 開始進入到 非常重要核心的教義 那怎麼討論 耶穌跟上帝的關係呢 如果上帝是神 耶穌到底是比他低一點點呢 還是是一個人 後來被認為是上帝的兒子 那這個 討論這個問題就跑出了好多學派 譬如有一派 就叫做揚子論 揚子論的說法就是說 耶穌本來是人 後來被上帝收養為他的兒子 所以耶穌後來就成為神了 這個由人變成神 有一個上帝把他接 把他接納收養的關係 這個說法對某一些人來講 好像還滿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學說在第一世紀末 第二世紀有流行一段時間 那這一派的特別強調的就是 耶穌受洗的時候 就是他被上帝接納的那個時刻 那這個我們看到在藝術史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耶穌受洗的主題 那個受洗的場景非常有意思 當耶穌在水裡的時候 每一本福音書都說天開了 有上帝的聲音說你是我的兒子 然後聖靈像鴿子一樣降臨在耶穌身上 所以很多主張這個世子論這一派的人 就會說你看就是在那個時刻 你看就是在那個時刻 上帝好像宣告耶穌 你是我的兒子 我把聖靈賜給你 讓你有能力去行特殊的事情 所以這些圖像你可以看到 都是比較強調這樣的一種關係的 都是以洗禮為主題 另外一派也很有意思 他主張一 他一樣強調一 上帝是唯一的 那耶穌跟上帝關係要怎麼解決 他就提出一個叫做形象論的看法 這個看法後來幾乎完全就不再流行 被淘汰了 但當時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就是說 其實上帝有不同的面貌 我們有時候看到上帝是看到他父的面貌 有時候看到是他子的面貌 有時候看到的是聖靈的面貌 所以他其實是一位而已 只是有不同的形象 或者說他是一位 但他顯現出來的形式不一樣 那這樣的概念就是 有點像把上帝變成是多面貌的這樣的上帝 像這樣的一張圖了 這當然有點怪怪的這樣 但是就是說 他用這個理論來說明說 其實是一位上帝 我們沒有三個上帝 是一個上帝 只是你看到的不同的面貌 那這個學派有一個問題跑出來 提出這樣的看法好像一方面可以解決 上帝是一而三 三而一 但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耶穌在被定十字架的時候 如果根據基督教的教義 耶穌在十字架上是為了人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那耶穌在十字架上被定的時候 上帝有沒有也在那裡 上帝是不是也自己也被定十字架 還是上帝是代表一個審判者 耶穌則是象徵的人的罪被上帝審判 那在十字架的那個場景呢 就很明顯的有一個對立的審判者 跟被審判者的關係 那如果上帝是同一位三個形象 那十字架的故事要怎麼解釋 那這個成為這一派受到非常大挑戰的地方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後來基督教出了一位亞流 這是亞利山大學派的一位主教 他也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他就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其實算是一種從屬論 我在講義第四頁的西小點 有加了一個從屬論 從屬論這個說法只是說 耶穌比上帝小一點點這樣子 耶穌也是神但是好像是第二大的神 有這種從屬論這樣的概念 或者說耶穌是上帝的使者這種概念 那亞流呢也試著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主張上帝的獨特是沒有人可以分享的 耶穌也不可以 耶穌上帝那個絕對的獨特性是唯一自存的 沒有人可以跟他分享的 那耶穌如果也要分享的話 那就變成兩個神了 那所以他看法是 耶穌其實是上帝後來才造的 那這一點就造成了耶穌受造論這個概念 耶穌其實也是creature 他也是被造出來的 那這個主張就引發了整個教會非常大的爭議 後來鬧到連君士坦丁大帝都要出面 來解決這個問題 君士坦丁的時候他已經希望讓基督教成為 羅馬帝國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的宗教 所以他不能夠忍受教會內部有紛爭 所以我把這個部分介紹完 我們看到這個圖像就知道 那個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有三百多位主教 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主持人竟然是君士坦丁皇帝 皇帝召開一個教會會議來解決教義的問題 那在這個尼西亞的會議當中就寫出了尼西亞信經 那尼西亞信經從此就定定了基督教的正統觀念 在尼西亞信經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說 耶穌跟上帝有相同的本質 Homoousius 這個拉丁文說 耶穌跟上帝有相同的本質 我在這個D小點那裡有提到 那既然 C小點那裡有提到相同本質 那耶穌是跟上帝是一樣的一位上帝 他也完全的神性了以後 下一個問題又跑出來了 那就是如果耶穌同時是神又同時是人 那這兩個性怎麼樣在他身上可以結合呢 那我很快把這個比喻介紹完 我們再休息 我們上次看影片有提到那個主持人用兩個比喻 一個是把油加到水裡面 油跟水是分開的 另外一個他把紅酒加到水裡面 那個杯子整個變成是紅色的 那他用這樣來比喻這兩派 我們剛剛介紹的亞利山大學派 就是用紅酒的這一派可以說明 他們主張耶穌的人性呢 好像水倒到紅酒裡面 還是紅酒倒到水裡面 已經被神性整個吸收了 所以你只看到神性而已 那安提亞學派這一派呢 則主張耶穌的人性跟神性是各自獨立完整的 互不干涉 所以有點像那個油倒到水裡面 會兩個是分隔的 那這兩個變成後來基督教 對耶穌基督身上有兩性 兩個最大不同的說法 那由這裡就發展出 我下面介紹的E跟F這兩個派 剛剛介紹這個 耶穌的神性跟人性 怎麼樣整合在一個人身上這個概念 我們看到兩位代表人物 一位是亞利山大的趨利羅 那他就主張 耶穌本來是有兩個本性 神性跟人性 但後來在他道成肉身 進入世界之後 人性慢慢慢慢地 已經被吸納到神性裡面去了 那他並沒有那麼極端說 耶穌一開始就是只有聖一個性 但是他的學生 到他後來的學生 就走向推向這個極端 那就是後來被發展為 叫做基督一姓說這一派的 那這一派的教會 後來被叛異端以後 他們主要在北非的地方 在埃及 在伊索皮亞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這樣的教會 那另外一位代表人物 我們上次介紹基督教往東方發展的時候 有介紹過他 就是這一位聶斯多流 那聶斯多流的主張就是 基督的人性跟神性要各自保存完整 絕對不能 耶穌的人性絕對不能有任何的減損 耶穌就是一個完整的真實的人 一直照他最後死在十字架上面 也是一個真實的人 他說這樣 唯有這樣堅持 耶穌的受苦才有意義 他這一派非常強調這個面向 那這一派就帶有一點點 強調基督有兩性說這樣的說法 那我們知道這個聶斯多流派 後來也被 因為他強調 他不能接受 根據這樣的一種強調 耶穌人性的看法 他就不能接受 瑪利亞是被稱為上帝之母 這個概念 這上次我們也有稍微點到 所以聶斯多流是因為這個主張 而被譴責 那後來他就往東方發展 一路就發展到我們後來說 成為這個中亞到中國的警教 都屬於這個系統的 所以這兩派呢 如果你用這張圖來看的話 大概簡單可以看到 趨利羅在左邊 他主張Logos是耶穌的神性 Anthropos是耶穌的人性 合起來以後 聯合成為一個本性了 那聶斯多流在右邊這邊 耶穌人性跟神性 合在一個人身上 在這個人身上 同時中間有虛線 神性跟人性同時並存 並存 雖然他合起來 是耶穌這個人這樣子 這兩派 當然我們知道 這都是一種哲學上的 一種的用語上的爭議 但是在那個時候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說當時候在亞利山大 對不起在軍事坦丁堡這個城市裡面 因為這兩派這樣的爭議 整個城幾乎鬧這種 好像是非常大的一種對立跟衝突 有一位羅馬作家 去軍事坦丁堡訪問 回來都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 那封信有留下來 他說他去麵包店買麵包的時候 麵包店老闆問他說 你是一姓說還是兩姓說的 然後他去公共澡堂洗澡的時候 進去澡堂 就聽到坐在裡面洗澡的兩邊在辯論 都在辯論這個 耶穌是一姓說還是兩姓說 所以很有趣說那個時候的人 對這樣的一種教義 看得非常重要 而且堅持自己的看法是對的這樣 好 那這就是給大家很快看一下 這是聶斯多留教派往東方發展的 那後來我們上次介紹過 他一路發展到中亞 經過失路到中國長安 後來也成到北京 聶斯多留派帶有一點點的 跟東方的宗教整合的這種味道 特別他翻譯聖經也好 使用的象徵 很多都帶有佛教的這種的背景 那一姓說的教會 則往埃及發展 那現在在埃及的教會叫做Coptic Church 通常都是屬於這個一姓說最多 他們其實是跟東方正教關係很密切 他們很重視圖像 他們的建築圖像 都是他們非常重要的東西 這就是一姓說的教會 很有名他們一間洞穴的教會 那伊索皮亞呢 有正統教會 但他們也偏向一姓說 那在敘利亞 今天的敘利亞還有這個亞美尼亞教會 也是屬於一姓說的 所以這兩個比較走兩邊的路線的 同時都被好像推出去外面 然後自己發展自己的模式 好 那介紹完這些教義的部分 我們最後還談到一個 柏拉丘跟奧古斯丁的對抗 那等一下我們要介紹奧古斯丁的思想 所以我這邊就先跳過 我們再往下走 我的最後一段 介紹的是禮儀跟節齊的多元化 那這個很有意思的是 在初代教會的時候 他們甚至對節齊的計算方法也不一樣 我這邊有提到 譬如在小亞西亞的地方 你用陽曆跟陰曆來計算這個曆法 算出來的復活節的日子 竟然是不一樣的 所以節齊連選日齊都不一樣 這種多元性 我主要是今天跟大家介紹 在很多地方都表現出來 那之前我們那個談到贖罪的時候 也有介紹過 對贖罪的概念也有兩大派 對不對 一派是愛爾蘭派的 另外一派是羅馬的告解禮的 這你也可以看出禮儀上的多元 那我這邊有簡單跳過這個第一小點 但是第一小點是滿有意思的 就是教會後來慢慢發展出 今天所謂叫做教會力的概念 那我今天有帶了一本 今年剛剛過去的教會力的一個閱歷 他很有意思他跟一般的我們的閱歷 是不太一樣的 他是從十一月開始算起的 也就是耶穌要出生之前有一個代降節 所以教會力的基本概念是以耶穌生平 作為一年的發展的過程 他從聖誕節之前的代降節開始算起 到聖誕節過沒有多久進入後來的受難周 到復活節到聖靈降臨節 然後到耶穌生天 他變成有一套以耶穌的生平發展出來的節起 所以這個節起這樣的一本閱歷 他從十一月開始 然後到隔年的十一月就結束了 換句話說十一月又是新的一個禮儀年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等一下大家可以傳閱一下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 我們之前談到聖徒的傳統 我這邊有一本 今天帶一本給大家參考 就是所謂的聖徒的日曆 聖徒的日曆 那這本書很有意思是每一天 每一年當中三百六十五天幾乎每一天 都有特別的聖徒的節起 你們翻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說不定你跟某一個聖徒同一個 你的生日跟某一個聖徒同一個節起 那這個都是很有趣 就是說節起的多元